一位郭姓台商早年到大陆经商因为身体不适晕倒被送到厦门医院 医疗费用将近百万因为负担不轻 家属马上接回台湾治疗 金门洪惠也接到家属的请求 并将病患接到金门 从厦门码头接回的一个病患叫郭台海先生 他是在大陆这边来做一个深圳经商二十几年了 他可能在生理上都不怎么如意 所以说他前几天在两个礼拜以前 从深圳这边做火车要到厦门这边 通过小山洞这边要回到厦门区 就在厦门火车站这边人就阴倒了 阴倒的话就被有一些三千人士 把他送到那边的公安局 公安局又通过台湾这边 把他送到厦门医院区 再交病房 交病房因为那边医药费非常的贵 他说一个礼拜要七八万的人民币 目前在那边总共发了十五十六万的人民币 所以家里也没办法负担 所以他们家就是说昨天他的兄妹特别 从台湾做火车 从大山洞去到厦门去 然后通过我们红十字卫这边来一个协助 来一个帮忙 那今天总算很平安的 把病房也接回到我们金门来 那我们一季明天的医疗经济 把他后送回到台湾去这样子 整体医疗后送也在金门红会 跟县府观光处陆委会 海基会等相关单位协助 办理临时的小三通通关手续 以便可以接回这位台商 回到金门再返回台湾进一步治疗